华航莫德纳疫苗专机从美国起飞 下午四点半提早抵达台湾 一箱又一箱小新配送里头装的 就是由美国赠送的250万剂莫德纳疫苗 卫护部长陈时中 AIT处长丽英杰停机评亲自接机 我们非常的感动与感谢 那我相信呢 这些疫苗对我们整个疫情的控制 会有一个好的正面的作用 台湾疫苗数量一口气增加 施打范围年龄层族群也将向下延伸 这回孕妇也将纳入 医药的优先这个已经远超于这个的需要 是一定会再往下来 这个开放更多的一个优先的名单 那孕妇会在我们这波里面考量 目前来台疫苗数量从3月3号 COVID配送以及日本捐赠 一共196.66万剂AZ疫苗 而先前两批购买的莫德纳已经有39万剂抵台 再加上美国的250万剂 合计台湾已经有485.66万剂疫苗 以目前顺序来看 65岁以上长者也能施打到 不过近期长者接种后猝死案例频传 莫德纳数量上升 未来施打品牌不排除开放选择 即使是莫德纳或者是这个BNT 这类MRNA类的疫苗 这些85岁以上的高龄的长者 其实他们的死亡率也差不多是万分之一到十万分之一 几乎跟AZ几乎是不相上向 医师指出以国外数据来看 现有的品牌施打后死亡率相差不远 台湾目前死亡个案和疫苗 并未被证实有直接关系 不过也建议有慢性疾病的长者 接种前最好还是由医师评估 确认状况后再寝施打 八大新闻 曾韻星 杨生采访报道